今天来读撒迦利亚书第三章 让我们一起来读撒迦利亚书第三章 撒迦利亚书第三章 天使又指给我看 大祭司约书亚正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 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 耶和华向撒旦说 撒旦啊 耶和华责备你 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 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约书亚穿着误会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 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 你们要脱去他误会的衣服 又对约书亚说 我使你脱离罪孽 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我说 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 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 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若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命令 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 看守我的愿语 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 大祭司约书亚啊 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 他们是做预兆的 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描迹发出 看啊 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 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 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 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 当那日 你们个人要请灵舍 坐在葡萄树和五花果树下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